欢迎收看第209期北京不静音 今天呢特别的忙啊 直到现在才有时间来录这个节目 明天呢更忙 所以明天我有可能会断更 那么我就把这两天啊发生的事情串在一起 那现在和大家一起聊聊天 先从这个耶伦访华说起吧 我看到一些墙内的声音啊 看完之后真是五味杂陈 就是墙内的很多人啊 就是洪水都要来了 他完全的不知道 还在觉得说耶伦到访华是来求习近平啊 求习近平买美债 求习近平这个那个 然后想恢复中美的关系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些人难道就不能理解一个事情吗 美国他是很强大的一方 所以他所展现的一个态度就是这个样子 他跟谁去接触 他过来来访问你 他不是来求你的 人家有恃无恐 明白吧 就是耶伦的这种这种姿态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带着警告过来的 就是从其实从特朗普的那个时候开始啊 中美所谓打这个贸易战开始 包括再往前推 美国的对外的政策 他所表现出来一贯就是这样 因为我自己很强大 我有我的规则 那你们就必须要按照我这个规则来玩 那么你触犯了这个规则呢 我也不是说马上就要去给你开战 那我是要给你一些警告 那我永远给你有这个警告的空间 给你去修正的空间 其实美国不是很在乎啊 你中共是不是独裁啊 你是不是真正的对自己老百姓 有这种欺压人权的表现 很多美国政客其实是不在乎这个事情的 他们其实在乎的是说 我整个这个国际秩序啊 我美国的这个地位 你中国是不是会去把这个东西突破 对吧 我能不能维持这个局面下 我继续的让美国繁荣 我继续的能挣到钱 其实这个是他最关心的事情 那你中共出了一个习近平之后 你想挑战这个地位 那行 那你现在就要被收拾 被警告 但其实呢 这个警告呢 是给你习近平留了很多的余地的 那一次又一次 给你留了余地 那就是看你能不能放下这个身段 你能不能去卑躬屈膝的 重新回到这个闷声发大财的一个状态 这个美国是可以允许的 你这个贸易顺差是可以的 但是呢 你一而再再而三 那其实中国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这种机会 那么耶伦这次来干嘛呢 我想说了 带着警告过来 给你一个方案 什么方案呢 就是我不跟你完全的脱钩 我也不想跟你打仗 但是呢 我敲打你 告诉你 过去的这种模式 中美的这种这种贸易模式没有了 那我呢 给你一条路 就是你这个贸易顺差可以有 但是你中国赚到这个钱 你要按照我美国要求的方式玩下去 那你该买美战 买这个美战 你该买我美国的商品 买我美国的商品 你在我这个规则下玩 而且我明确的告诉你 我就是要去你这个风险 我就是要跟你这个慢慢的脱钩 尤其是在这个高精尖的领域 我不会让你发展 说的很明白 所以耶伦过来带着这些东西 给你这个警告 那中方现在就是习近平放不下 他再也放不下这个身段了 他就必须要硬刚到底 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 而且耶伦过来还要警告中方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都知道 中国最近老去宣传 就是去美元化 全世界都在去美元化 然后中国跟哪个哪个国家 对吧 比如阿根廷啊 比如说俄罗斯啊什么的 我们去交易的时候啊 做贸易的时候 我们是用人民币结算的啊 就是对墙内老百姓宣传的时候 沾沾自喜这个事情 但这个事情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想象一下 你像阿根廷这样的国家 他连就几乎没有外汇储备的 那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很多的美元的外汇储备 对吧 阿根廷几乎都没有 所以他拿人民币啊 你拿人民币去做结算的时候 好 阿根廷说可以 我收人民币 对吧 但是我们要知道除了人民币之外啊 还有一个东西叫离岸人民币 也就是说阿根廷拿着人民币 他是可以 包括包括俄罗斯啊 包括很多国家 他是可以去拿到离岸人民币 他连一可能连一晚都不会停留 他这边这右手 右手从这个中国那拿到人民币之后 马上左手离岸人民币 他就换成美元了 等于就直接套现了 那你在套这个过程中 实际上是中国在消耗自己的 这个美元的外汇储备 去给这些国家供血 去帮他们还债 所以耶伦有没有带这个警告过来 当然有 就是告诉你 你这么玩下去 这些国家他可以疯狂的印钞 然后跟你中国去做贸易啊 等于就 然后套了人民币之后 马上他也不会停留 接着就拿人民币回来 去消耗你的外汇储备 你这样下去 中国是会崩掉的 所以从耶伦这个事情 我们在说的啊 习近平去哪了呢 去这个 东部战区 对吧 很多人说啊 这个东部战区 是要打台湾的这个先锋 去视察东部战区 包括说的那些话 意思就是这个战争 马上就要打了 我们都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啊 就是当然了 以习近平的疯狂的程度 战争随时 确实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但是什么时候爆发 谁也猜不准 因为这是习近平脑子里的事情 那么还有呢 就是我们从一个基本逻辑出发 打仗是要花钱的 那么中国现在这艘大船 风雨飘摇啊 地方的债务这么多 全都向中央去求救 那中央又又自顾不暇 怎么办呢 就这个事情怎么办啊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有很多的办法 就是中央现在在做啊 首先是割韭菜 当然了就是对于这些企业的罚款啊 这个这个包括他们党内体制内的去搜刮这个钱 因为中共就是以这个抢啊 最为出名 他们就是这么起家的 对吧 所以他在不 他在自身困难的时候 他想到的第一个字就是抢 那从各种各样的 从自己人手里 从外部 从老百姓手里 从各种能抢的地方去抢钱 因为没有钱 他就内部他都维稳不了 更别提说 对对外的这个打仗 有的人说永远不可能打这个台海战争 因为中共也知道一打就完蛋了 不对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当内部的压力足够大的时候 当中共觉得 只能用一种战时体制 才能管住这个国家 才能才能就是我马上关起门来啊 我不被你们外部去颠覆 我自己关起门来 让老百姓去吃苦 吃灰 吃土 我继续熬几十年 当当到那种时刻的时候 中共就会去发动这样的一场战争 这是他是可以做到的 那么说回来啊 打仗需要需要钱 那么需要钱呢 他去搜刮这个钱的时候 他有很多的手段 最近我了解到一个事情啊 就是上海的这个基本工资调高了 这个基本工资调高什么意思呢 有的人还还欢心鼓舞 然后我们还在进步 我们又赢麻了 不是 就是基本工资 它是一个基准线 这你实际上拿到的钱 不一定能够有这么高的增幅 对吧 包括中国这个降息 很多人还说哎呀我这个 比如一百万的房贷啊 三十年 我差不多每天 少还两块钱 可以降息挺好等等的 但是你要看到 其他地方你的支出是增加的 举个例子啊 就是你的基本的工资 这个基准调高之后 你实际的收入并没有那么高 但是这个调高是为了什么 为的是你的那个社保基金 你交的这个基数也在提高 也就是说你你这个社保基金调高之后 你看上海调高之后是什么概念 也就是差不多那个 这个一般的人啊 他每天的要多支出九块钱 所以你看你如果你背着房贷 这边这边给你降息 你每天少少支出两块钱 然后这边社保多支出九块钱 你的生活成本还是在提高的 而且这个还不是最恐怖的 社保基金对于中国这个老百姓的收割 还不是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是我最开始说的 洪水要来了 洪水要来什么呢 就是中央要放水了 中央放水是为了去救地方债 对吧 他也明白地方不能不救 会会出大乱子的 但是怎么救 你这有30亿的债务 对吧 50亿的债务 100亿的债务 我多印嘛 我多印这个钱 我继续超发 然后把你短期的债务变成长期的债务 然后这个这个钱 我就平掉了 平掉之后 实际上转嫁给谁呢 实际上还是转嫁给老百姓 就是你 因为大量放水之后 中国就会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之后 物价就会上涨 老百姓的钱 你手里就这么多钱 但是你的钱的购买力就在下降 然后在这种恐慌之下 你还会做什么呢 你会觉得你的银行里的钱 不保值了 对吧 所以你要去 想办法 我再买房吧 我再添置资产吧 如果还有还有这个能力的话 那我觉得这样可能 我心里还踏实点 实际上他用这个方式 也在去去救他的房地产 还有一种方式 老百姓变穷之后就更好管 饿肚子的老百姓是更好管 所以种种的事情 我们就看到洪水马上就要来了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 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在这场洪水里 就是幸免于难 老百姓底层的民众 很难幸免于难 所谓的中产阶级 也很难幸免于难 真正的有关系的富有的家庭 甚至那些红色家庭 他们当然有的是办法 他们的资产早就转移出去了 他们还能在这个过程中 我说了不只是中共会在这个过程中 去收割所有的人 这些红色家庭 他们手里的各种各样的 把持着各种各样的产业 都会在这个时候去下场 去收割所有的人 收割完之后 这个钱他们会转移到海外 到时候他们也会 他们的子孙都会逃出来 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中国之后 将要面临的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我跟大家聊这个话题 其实挺悲哀的 想起来 就是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办法 但是我只是说 把我了解到的信息 和我的一些思考 分享给大家 大家就各自想办法吧 看这种办法 有什么样的招 现在能不能想明白 就是如果你还有能力 清醒的看待这个事情 尽可能的早点的论出来 如果说你没有 实在没有办法 你也不想去什么走线 也不想出来吃苦 或者你就是有一个乐观的心态 愿意在那片土地上这么去熬下去 你就自求多福吧 只能说到这里了 感谢收看 订阅 点赞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